各位好 今天要帶來的是我們的 史蘭茲 那史蘭茲在這一個版本應該蠻多人會有一些疑問的喔 就是到底該怎麼樣玩史蘭茲 因為打野刀的一個跟動 但是其實他的主要傷害是 他的大絕 他大絕也是有一個帶有一個生命怕數的物理傷害 那另外呢 對於他的技能組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很熟悉喔 因為他的被動是 打了三次之後他會穿透 那你要記得這是物理傷害 另外一技能所丟出的長矛也是物理傷害 那命中 之後會增加一個攻速跟你的真實傷害所以說 我們為什麼會組點一技能因為我們要的是他的攻速所以玩這次的話你的皮包槍準確度可能要夠準喔 然後二技能的話是增加你的物理攻擊 大絕的話呢會增加你的跑速 8秒 那如果在期間有 成功的擊殺或助攻會延長這個失效 所以為什麼會戰 史蘭茲會這麼難對付的原因是因為在這裡 他可以一直增長他的 秒數 所以你自己要稍微有一個小時鐘 記得對方的史蘭茲 他開啟大招的時間點 跟 如果你方的 隊友陣亡之後他會往後再加喔 所以他的跑速會 會是比較快一點的 那我們就想帶來我們的靈月幻兔 然後奧義的部分呢因為 在這個版本 戴刀這樣子改動一下我覺得是以物理攻擊為主 所以我帶的是 百川 俗稱的百川 就是我們的 猛攻刺殺跟我們的 龍爪 那讓我們的兔子的 攻擊力可以 到達一個 非常穿透的一個效果 所以即便是坦克 你可以看到 很多帶覺醒的或是帶 什麼樣的 你還沒有出龍骨劍之前 或者是 你龍骨劍出完之後你還沒有出天蟲之前 你打坦克的傷害是非常的低喔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奧義搭配因為畢竟 身為一個射手 你在前期就是需要 農一些心機 那等到你農出一些裝備的時候呢 你要去打架的時候但是你沒有穿透 所以在奧義的部分我們這場是選擇這樣搭配喔 那你看到對方的陣容是蠻好的 尤其是有戰尼爾 但是這裡的話呢我們是直接抓到戰尼爾的一個 弱點 一等 很多戰尼爾會直接想要來搶這一個 靈魂烈鷹 那讓我們的另外一個對陣的凱撒英雄沒有辦法去搶這隻烈鷹 那讓他可以 提早 會戰的時候先上了四等 但是這邊我們直接讓他 回溫泉了 所以 把戰尼爾一開始這邊 擊殺一次 對於我們在後面的會戰是非常的有優勢喔 所以一開始的話我們選擇這樣子的進攻策略 那拿完 戰尼爾這邊我們的藍區這裡 應該是有可能會被錄 但是看起來對方是沒有過來的 那也許是因為我們上路選了一個馬洛斯 所以馬洛斯這個選擇也是不錯的 尤其是對方有緊的時候呢 那這個馬洛斯的選擇是非常的好 我只能說 很感謝隊友 選了這隻馬洛斯 因為其實在 第一個位置 其實我不太想要選 史安茲大野的 但是因為我 來不及溝通 那怕隊友沒有這隻角色 那我這場 又想要玩這隻角色 所以我就選了史安茲了 其實中規中矩 因為對方選了一個大野位 所以也是算可以 不過 比較不好 那這邊 我們把畫面暫停一下 這裡的話有個重點喔 因為你看到對方 是 井 那 他的上路英雄是 女超人 中路是圖倫 那也就代表什麼 你們家的如果還沒四等 你有看到左上角的綠燈嗎 左上角完全沒有綠燈 只有你一個人有大絕 所以也就是你目前這個情況下 你不能只參考你自己 的一個狀態 你現在是一個打野位你四等的沒錯但是你的隊友都還沒有上四等 這時候如果你要在魔龍路這邊 去爆發一個魔龍會戰的話我跟你們講你一定會全滅 尤其是井他現在帶有一個藍buff跟紅buff 那他的位置又非常的好 那他們又有一個佩娜加上一個回血的效果 那另外在中路又是一個圖倫 那 詹尼爾又隨時有可能上四等 當呂布跟詹尼爾上四等的時候詹尼爾會直接飛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要去 思考的一點是 你可能把這邊放掉 那去轉其他路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待會怎麼做吧 好了 這裡的話呢我們就稍微往後拉掉了 不要再去進攻這一波會戰了 那我們直接往下路去轉古龍這邊 那當你這樣子轉線的話呢你的魔龍是一定會放掉的 這個是 這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我們要進攻哪裡 我們要進攻的是敵方的藍buff區 以及下路 那中路的話有機會的話呢就稍微去點一下他的防禦塔 那這裡看到呂布去兇我們的詹尼爾 那魔龍這邊當然是被井他們給拿掉了 不過他們拿掉之後呢他們沒有東西可以拿喔因為 我們是紅旗 然後我們 再拿掉藍buff 那所以我們轉回來的時候呢我們會拿他們的藍buff之後再回去拿我們的紅 但是他們拿不到我們的藍 所以在這裡我們的呂布 非常的好 直接轉上來了 開啟大絕進場 直接做一個收頭的動作 戰利爾飛了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這邊對方 太天真了 他們沒有 整理一下自己的狀態就想要再回來打 這個藍buff的會戰 所以也會導致於他們 沒有辦法跟我們 打這一波公平的會戰 那這個會戰局呢直接把對方的人團給收掉 那兔子的話呢你不要強行的一直想要跳去前面 收頭 其實你不收頭沒關係你看像我們剛剛在後面穩定的輸出 目標是什麼目標是拿到敵方的藍buff 把井的藍buff給拔掉 那現在井只站下一個人他也不可能入我們的藍區 所以他只能乖乖的回家在吃他們家的紅 這樣子呢 第二波會戰 第二波魔龍會戰我們就有 就有那個籌碼去跟人家打了 而且他們下路的防禦塔換掉 這樣子的話其實我們是不虧的所以現在的經濟量 我們是完全領先對方的 所以你不要覺得選一個井 你就贏得了 對於你的一個對戰的策略跟你的隊友的一個溝通 都是非常的好的 有些人會覺得說你選大象輔助幹嘛 選大象輔助根本非 所以 確實沒錯因為大象輔助沒有什麼經濟 他也是要等他上市的 所以你在前期你身為一個打野位你要做的是什麼 做的是必戰 那這一場的備戰呢我們是換了我們的物防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左下角 這個是針對井的一個出裝 對於打井的話呢我覺得這樣子出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 井可能沒辦法一套把你秒掉 然後這邊稍微預判一下這個女超人的走位然後 放了我們的大招 那馬洛斯跟著一個大絕進去 那女超人也放了他的大招 那這邊戰尼爾是飛了過來 所以我們戰場要幹嘛 往後拉 讓呂布去做分推的動作 這邊稍微再打一下這個戰尼爾 你可以看到我們打戰尼爾的 傷害量其實是蠻高的喔 那把兵線稍微清掉之後呢 稍微試圖點一下防禦塔 對於DOTA或莫巴遊戲的話來說都是這樣子的 在於一波 攻塔 你不可能一次就把敵方的城市給拿掉就跟 以往的 戰國時代一樣 你有看過攻城戰士 一次直接把人家的城給拔掉嗎 攻城拔在一次拔人家的在不可能啊 所以你一定要分多次的進攻 那等到一波關鍵點之後你才能夠把敵方的城市給拿掉這個是理所當然的 不是說你一波就一定要把對方的防禦塔給拿掉 好那我們這邊把魔龍收掉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是整體是一個很順風的狀態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持續擴大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這邊稍微把我們的野區收完 那目前上下的防禦塔 剛剛戰尼爾飛了一次 那我們的呂布再去拆掉敵方的夏爾塔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領先了三座防禦塔 敵方只吃了一個魔龍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的井應該是 非常的無力 不知道該怎麼進行這個遊戲喔 那我們這邊 把紅區這邊收完之後回去拿我們的藍buff 那這邊凱撒要出了所以我們稍微往中路去給一點壓力 那讓上下路稍微再往前推送一點兵線 待會就可以準備來做這個凱撒 那沒意外的話這一場應該是會投降因為 以現在的排位賽來說很多都會這樣子 其實可以試圖去撐一下 那再撐到後期再去拼看看有沒有機會但是這一場 以這場來說的話確實是沒什麼機會了 因為在前面 我們這個團隊基本上是沒什麼失誤點喔 我們都 在會戰中都大獲全勝所以 很難很難會有辦法給他們有一個突破口 那看到這邊我們稍微往中路去 壓制 不過兵線被清掉了他們 馬洛斯跟羅爾 只能在旁邊稍微等待一下機會 那沒有辦法的話就往後撤退 那現在這邊 在中路給完壓力之後呢 上路兵線到了我們直接轉往上路去拆這個上二塔 那在藍區這邊我們的呂布是想要反 反過去他們的藍buff 不過這裡因為我們是選擇往上去進攻了 所以那個藍buff那邊就不能太貪心了 那這裡再轉回中路 那史蘭茲這一場的話呢就是一個以霧川為主的一個 攻擊法 那在裝備的部分呢你可以參考我們左下角 那當然 對於每一個對陣英雄會有每一套出裝方法 你不要每一場出都出這樣 你遇到齊爾你還出這個左下角的出裝 你一定是被打爆的 所以要記得在 你要記得 我上的一些攻擊裝跟後面的一些防裝的一個效果 這邊大象的大絕稍微早開了一點 並沒有幫我們解控到任何東西 只是幫我們減傷 但是也沒有人打我們 在詹尼爾跳你的時候在開潛傷會比較好一點 那 你只要記得在攻擊裝跟防裝的一個順序喔 如果說對方是騎爾打野那當然是以模仿 模仿會來的好一點 那如果對方是物攻的一個打野角 那我們這邊就是塞物防裝備 那這一場在前期開局的一個小重點 希望分享給你們 因為在 史蘭茲目前這一版有打野 你在前面的一個動向是非常的重要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說你要看我直播的話 記得到我們的詳細資訊那邊有新的直播網址 那記得幫我分享 我們下一步見 掰掰 掰掰